大家好,最近Photoshop发表了新的功能,叫做生成甜色 这个功能把Adobe自家的Firefly产品整进去 也就是让Photoshop具备AI绘图的能力 你可以随便旷一个区块,不输入任何题词 它就会替你的图建立合理的延伸 多了手,就去掉手,少了衣服,就穿上衣服 这让Photoshop有巨大的改变 大概以后,每个人都是PS神人 先说结论,目前测试生成甜色的效果 在我看来,有类似Meet Journey的能力 还是没办法取代Stable Diffusion产生的绅士图 但是对于提升图片品质很有帮助,是相辅相成的效果 好,我们马上来试试看 首先要先安装一下Beta版的Photoshop才会支援生成甜色的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点选安装 会连Adobe Creative Cloud一起安装 安装好后,可以选择7天免费试用 就可以先试试看它的效果了 让我们马上试试 第一个功能是产生物件 我们打开Stable Diffusion算完的图 如果我们想要只留下脸部 剩下的身体衣服背景 都让生成甜色,帮我们处理好 首先把画布大小设定大一点 画布就设定 宽度2048,高度1536 点下OK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脸的地方置中 然后框起脸的部分,点选反转选取 然后点生成甜色 让它把选取的范围重新发挥 结果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产生物件可以选取影像中的区域 然后透过文字提示 描述您要新增或取代的物件 放大来看看好了 右边会出现其他候选选项 通常会有三个可以挑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实用的 接下来是产生背景 我们可以把人背后的背景 一句文字提示 产生新场景 首先点选 选择物件的按钮 然后把选取的物件 复制到新的图层 然后我们点选反转选取 按下生成甜色的按钮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指定背景的标签 就会帮我们生成适合的背景 这个效果也不错 再来是延伸影像 首先我们一样把画布大小延伸 这边宽度就先设两倍 2048 然后先框选左边空白的地方 接下来按下生成甜色 右边也是框选空白的地方 按下生成甜色 如果人物没有要置中的话 刚刚延伸画布 就延伸一边就好了 这里一样 有三种候选选项可以选 挑一个最自然的就好 看起来真的不错 所以延伸影像 如果在无提示的状况下产生 会为你的场景建立和谐的延伸 如果在有提示的状况下产生 会在影像中新增内容 同时延伸场景的其余部分 最后就是移除物件 Stable Diffusion算图常常就差了一点 比如说其他都好好的 就是多了一只手之类的 这时候就可以用套索工具 把要移除的物件大概选起来 不用加上提示词 接下来按下生成填色 它就会利用生成式AI技术 让它消失 是不是很方便呢 看起来真的蛮自然的 最后测试一下 Photoshop能不能取代 Stable Diffusion生成漂亮的妹子图 这时候我就把空白的地方框起来 然后提示标签输入 Photorealistic Glow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好 可以看到 目前生成人脸应该还是不太行 但是利用Stable Diffusion 加上Photoshop生成填色功能 真的可以让图片的品质更加提升 最后提醒一下 这个新功能需要年满18岁才可以使用 否则 生成填色的按钮会变成灰色 无法选取 填写连结 我放在下方说明区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马上订阅本频道 才不会错过奇怪的知识哦